最新进度!迪英骗大律师7日凌晨3点半开记者会 迪英、左,与孙鹏为儿子骗请王牌律师 图翻设字迪英脸书20180403 一人迪英与孙鹏独子孙安佐因卷入美国校园安全事件遭待 两夫妻更卖房赴美就子不惜高价聘来王牌大律师包含凯勒 Robert Keller与宾州费城刑事律师科提克Michael Kutik 夫妻两人4日透过律师对外发表声明盼望外界尊重隐私 今午日媒体报道 孙安佐记者会将在7日凌晨3点半召开 据苹果日报报道 孙安佐律师今午日晚间通知 孙安佐记者会即将在台北时间7日凌晨3点半举办 届时将会做进一步说明 消息一出 外界相当关注 除孙鹏、迪鹰以及孙安佐一家三口的亲友期盼事情好转之外 台湾民众也相当关心这起事件会如何发展 孙安佐近日收到演艺圈大哥们的祝福 包含吴宗宪喊话李昌玉出面缓夹 张飞和外交部极力介入 托宗康出面表示这是天大的误会的 孙鹏、孙鹏、迪鹰夫妻两人的好人缘可见一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